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买轨道的时候 不要说看哪一家便宜就去买哪一家 轨道里边有很多的猫腻 首先你要认识一个轨道原管的厚度 因为原管的厚度就决定了每一节轨道的成本和价格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价格很低 但是呢上面写的是1.5毫米的厚度 实际上呢它只有1.1到1.2 不要只要看着0.4毫米的厚度 其实能够节约很多的成本 你可以在买轨道的时候你问一下卖家 如果说买你的轨道 我回来给我自己量一下 它达不到1.5毫米的厚度 你把轨道送给我 你看到卖家 它敢不敢这样卖给你 如果说它敢真的这样卖给你的话 说明它的轨道是足够1.5毫米厚度 但如果说它不敢卖给你 那种是一个虚标 它的价格就会低很多 再一个就是轨道的宽度 轨道越宽它的成本也就越高 但是呢巨搜里边一般情况 用标准高的宽度都是620毫米的 这是一个标准的尺寸 再就是说是轨道的卡扣 用镀心这种小卡扣成本也就是一块钱左右 或者说是一块钱都不到 因为镀心和不锈钢之间的焊接点 过段时间的话它肯定会生锈的 这个部分我说大家都是懂 铁和不锈钢焊在一起的话 铁同样会生锈 但是不锈钢的自然不会的 我们的轨道用的是一种不锈钢的卡扣 价格比重度新的要高很多 但是看一下它的个头还有内容性 对我好很多 但是确定的话就是成本会增加 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银子 买一个比较正规的比较内容的轨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轨道 轨道的卡扣用的是不锈钢的 个头更大 耐用性更强 轨道接头用的是追度的导向 圆管的厚度完全能够达到1.5毫米 给你一个更加稳定 更加正规的产品 所以说我们轨道的整体生产成本 比网上最便宜的那些要高一些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更加正规 更加耐用的产品 再就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轨道车 它这个轨道车中间呢 也加了轨道车 不只是上下两边加轨道车 它在中间也增加了轨道车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为了增加稳定性吗 其实不然 因为它的轨道车的板材特别好 你像轨道车的面部扁板材 只是用了薄薄的一层铝合金板 也很薄的意思 它的轨道车中间也没有这些加强的骨架 只有四周 所以说它中间必须加这一个轨道轮 然后如果不加轨道轮的话 轨道车中间会下沉 承载能力就会降低 同样一个道理 轨道车板材薄了 它的成本就会降低 耐用性上也就会降低 还是那个意思 你多花个一两百块钱 买一个比较耐用的轨道车 还是少花一两百块钱 买一个不耐用 并且便宜的轨道车 说白了 整个轨道车的材料费 也就差个一两百块钱 你为啥不多花一两百块钱 买一个更耐用的轨道车呢 我们的轨道车呢 不仅有这个 牢固的这个框架结构 表面的这种板材 是有 比较厚实的 焦合板 再加上一层 铝合金板 这样复合到一块 然后直接贴附在 这个骨架上 直接固定的骨架上 所以说它整个的承载能力 包括耐用性上 包括成本上 都会相应的高一点 它的承载能力 也会高很多 还有好多比较便宜的轨道车上 配的那个座椅 因为轨道车的材料比较薄 所以说呢 它们配的这个座椅 只能坐在 轮子的这个方位 这边有轮子 四个脚上都有轮子 所以说它们把这个座椅呢 只能固定在 这四个脚上的某个脚上 不信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它们的图片 或者是视频 所以说这样它的承载能力 才能达到要求 而我们的轨道车呢 座椅可是随便可以移动 放在哪个位置都是可以的 然后人座上 整体承载能力 也是没问题的 这样呢 更方便摄影师 改变各种摄影姿态 而进行拍摄 可以活动的座椅 总比固定好一个位置的座椅 使用起来要方便一些 假如说你把那些便宜的轨道车 座椅拆下来 随便找一个位置 把这个座椅随便找一个位置 放置的话 你可以试验一下 用一个体重比较重的能力 在上面来推动一下 你看看你的轨道车 是不是会呈现一种弧形的 实际上一个承转能力 比较强的轨道车 也就多这么100多块钱 最多150块钱材料费 为什么你非得少花那150块钱 而买一个不耐用 承带能力不行的产品 感谢观看 所以你也说是什么